那么给大家分析完之后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首页的代码 首页代码的话 我们说刚刚我们获取用户构成里面 上面的数量 我是不是直接写一个零 现在你知道这种格数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获取了 首先我要拿到一个数据 连接到Reddit数据库的一个连接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需要做的就是导入我们的函数 直接还是 from我们的Jungle Redis DN对吧 Import我们的GetRedisConnection 好之前在这里面过来的时候 我要获取之前 我首先要拿到这样一个链接 对吧 Connection等于我们的GetRedisConnection 然后在这里面 我给他写一个这个 Default对吧 Default拿到这样一个链接 好拿到这个链接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查了 但你要注意 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区分 用户就是用户不登录 你让不让他访问你的网站 你让不让 对吧 这个你就要看你的商业头脑了 就是用户不登录 你照样应该让他访问你的首页 你说我用户不登录 你就不让我浏览你的商品了吗 对吧 那样你就拒绝了多少人 对吧 所以这部分 就是用户不登录 也是可以访问这个首页的 也是可以访问这个首页详情列表页的 只不过跟这个用户相关 他是不能访问 所以这部分你要知道 就是这个用户不登录 这个首页一样能访问 但是我们在这里获取的时候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我是不是不能获取他的购物车数量 对吧 所以在这边你要做一个判断 注意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自己在这边做判断 你不能在这个index的views里面呢 去加去继承这个login request 因为你如果继承的话 是不是只有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啊 获取用户购物车数目之前 我需要先做判断 判断的话 我们要先拿到这个user 就是request.user 我们说user里面 我们有一个方法 对吧 如果返回为真的话 说明这个用户已登录 对吧 既然已登录 我是不是下面可以获取了 获取完之后 拿到链接 好 拿到链接之后呢 那么这个用户 它对应的购物车里面的这个key呢 应该我们拼出来 就是cut key 就等于我们的cut 对吧 消息 百分号d 好 后面写的应该是这个user的id 对吧 这就是他建的一个名字啊 好 根据他之后 那么我们也拿到了这个对象 对吧 也拿到这个对象啊 那么现在呢 你看一下 就在我们这个redis啊 在我们这个redis 它的一个pvi文件里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在我们上面这个redis啊 redis网络浏览 那么这个呢 在下面呢 有一个啊 这个呢 是我们的redis py 它的一个参考的文档啊 它的一个参考的文档 那么在它的参考文档里面呢 你就可以去搜 有没有这个方法啊 把这个链接打开啊 链接打开 打开到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搜一下 它这个里面有哪些方法啊 有哪些方法 就是redis点 redis啊 它里面的这个 里面有一些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需要呢 去搜一下这个hlanes啊 对应的命令 有没有这个方法啊 现在就在我们这边 你在这里面 你挑一个hlanes啊 hlanes 好 回车 看到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看到没有 对吧 所以的作用呢 就是return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hash 对吧 就是返回 hash 里面的元素的一个数目啊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做了 既然有这个方法 我这个对象呢 是不是就可以掉 对吧 这样 获取 那么 用户构成里面 上面的数目 其实呢 就connection 点 hlanes hlanes的话 最终呢 传入这个kit 最终呢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 给你返回 对吧 给你返回啊 cut cover 等于他 好 else的话 那么我们就 用户没有登录 默认是不是显示零 对吧 显示零啊 所以呢 在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这一部分cut cover 你可以定义在上面啊 就我初始化 我给你初始化一个零 如果你用户没有登录 我是不是就是零 对吧 如果你登录的话 你就以你获取出来的 这个值呢 为准 最后呢 是不是把这个值返回 发过去 那么在你的这个index页面上 我们找一下这个购物车 里面商品数目啊 这个呢 购物车里面商品数目呢 是在我们的base里面 在base里面呢 有一个 小看稳的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应该显示这个cata 看稳的啊 看稳看 cata看稳的啊 OK 那么这部分的话 你在这里面 你把这些写完之后呢 这里呢 就是获取用户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数量 用户登录之后 我们才能获取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就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你一敲回车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零 对吧 用户是不是没有登录 对吧 我们比如说 我们在这边登录一下啊 登录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登录一个信息啊 我们输一个smart 然后呢输这个 123456 ABC啊 点击这里面登录 好 这不是过来了 这时候还是零 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只获取 对吧 获取我们购物车里面 是不是没做添加 对吧 没做添加 但是可以啊 我们给大家模拟一下啊 你注意在我们那里 最终添加购物车记录 我们都是添加到 我们的这个redis里面 看一下我们配置的这个redis数据库是哪一个啊 是不是就这个9号 是吧 9号的话 我就在这里面啊 找到我的这个机器 找到我们这个啊 找到这个之后 在这里面呢 我要去连接这个数据库啊 redis CLI 然后呢 -h172.16.179 然后呢 点142 我要连接到他 然后呢 我要切换一下这个数据库 slack的 9 好 slack9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写一个叫做k星 对吧 k星 好 这边是不是没有那个内容 对吧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smart 这个用户的ID是多少啊 直接呢 去登录它 直接是 my circle-u 然后呢 root啊 p 然后呢 哎 root啊 use我的这个 daily fresh啊 我现在刚刚已经切换数据库啊 select select from这个df user啊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smart用户的ID啊 那么这个ID smart用户ID是不是2 对吧 你知道2之后啊 它对应的这个季度 如果加过来 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cut2 对吧 所以我可不可以设置一个 比如说我在这里啊 hm s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cut2 它的2里面呢 我就开始给它加了 加什么呢 哎 这个加的过程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这个例子来啊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比如说 1的我加了三件 对吧 2的我加了五件 我就在这边呢 先写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呢 比如说这是1对吧 加了三件 2呢 加了五件 好 回车 那么哎 我这里设计进来的 你再可以信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了 吧 哎 有这个东西了啊 那么有这个东西的话 哎 我们现在一查 你从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拿到它 是吧 我们这里是模拟一下啊 那么这里面看到 去烂死卡特2 哎 卡特相关于2啊 回车 是不是应该是两个 吧 然后呢 到我们这边啊 直接呢 做一个刷新 看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一部分呢 它的获取呢 是没有问题的啊 获取用户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数量呢 它就是这样 获取的啊 拿到链接 拼接出K 然后呢 去哎 判断这个K对应的哈希里面 元素的一个数目 把这数目呢 发给这个哎 某版文件 在某版文件里面呢 做一个展示啊 做一个展示 OK 这是这部分啊 对吧